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以后有人要问 什么叫和尚 以和为上 出家人 修行人 他们宠上的就是和和睦睦 所以出家人走到哪里 特别和气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见了面 很好认 这一点是其他好业中绝对找不到的 譬如在千万人当中 假如只有两个出家人 很好找 我只需要站得高一点 看到哪个头特别亮 那就很好了 然后见了面 彼此可能一辈子没有接触过 但是见了面都会合格掌 都会互相问候一下 可能一辈子就这么一次见面 但是彼此不会吵架 不会闹别流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得到一些启发 作为学佛人 我们可以把这一种精神 用到生活中 遇到每一个人 我们学着 用和的态度去面对 假如有缘 融入一个团体 我们不要破坏团体的和谐 这一点很关键 佛法中有破和和声 这一条过失 相当严重 我们不说有多严重啊 至少我们给团体带来了不和 有些过意不去吧 你看人家在一起那么和谐 我们进来了 打破了和谐的氛围 这有些不妥 有人说我不是有意的呢 不是有意 没关系呢 既然认识到不是有意 那就要认真一点 维护团队的和谐 在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尽量的 把个人的感受 把个人的成绩 个人的烦恼 慢慢看淡一些 顾全大局 于是团队融入进来的人 越多越和谐 会给外面的人 带来莫大的吸引力啊 这就是我们在念三归一的时候 归一生重重尊 什么叫重重尊 在所有团队中 学佛的团队是最可贵的 因为他们团结 他们和睦 大家不这么认为吗 好像没这个意思啊 有一点点失望啊 我们需要维护 佛门的团结 我们有责任 有义务 圈子在缩小 我们都念佛了 我们需要维护 念佛人之间 和谐的气氛 和谐太可贵了 团队的和睦 是标志着一种教法 是不是能在世间 普遍推广的关键 国家在提倡和谐 社会在提倡和谐 这个宇宙需要和谐 如果有一种教法 有一个方法 能达到和谐 就会普遍受到 举世之人的重视 难道不是吗 所以如果我们 能做出这个样子 那就是在弘扬佛法 让举世之人都看到 哎呀佛法好啊 你看学佛人在一起 多么团结 多么和睦 口念阿弥陀佛 彼此没有矛盾 走出去 虽然发型不一样 服装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很多做法 好像都经过特殊培训 这样会让社会大众 对学佛人刮目相看 我们不用说 佛法的好处和利益 大家就会传来传去 所谓不禁而走 这叫以身弘法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有责任 有义务 当仁不让 这是六合径里面 最关键的 开场的第一个 见和同修 往后面 这个五条 是自然而然 延续下去的 戒和同修 戒 就是规矩 一个团队 大家在一起 长时间共住 要有一个行为的准则 要有个规矩 不以规矩 不成方圆 所以戒 就很重要了 这个地方的戒 我们不要理解的 很狭矮 很多人听到戒 感觉很恐怖 说佛我可以学 戒就不用受了吧 就好比车我可以开 交通规则就不用遵守了吧 大家觉得 这会不会矛盾呢 学佛要遵守 佛的教计 就好比开车 你要遵守交通规则一样 戒不是限制 而是一种保护 在行为上 我们毕竟是凡夫 我们会有意无意犯过失 有时候甚至非常随意 那怎么办呢 需要有一点点规矩 来提醒我们 这就叫做戒 在团队中 譬如我们一个道场 一个静中学会 有静中学会的守折 这个守折是什么呢 守折就是戒 走进来 大家要各自遵守 请注意 是各自遵守 要自觉 很难靠别人的要求和限制 去遵守 所以要自觉地遵守 佛法学的是觉悟 如果找一个人天天看着 你们没遵守 然后打板子 当然也可以 但是这不是根本的做法 这是强制的 对小朋友管用 小朋友看到板子就害怕了 大人不怕了 以前道场里面是打板子的 打箱板的 现在有些道场还有 有箱板 不过听说现代人武功都很高强 不怕了 所以板子也没用了 吓唬是吓唬不了了 有些人甚至你打过去一板 他会打过来两板 所以打不是根本的办法 这个时代民主 所以需要大家自觉 而且这些要求 我相信不会很过分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进念佛堂 进讲堂 在守折中 有特别提醒 大家听经的时候 请注意 把手机调到无声震动状态 这很过分吗 会不会很过分吗 如果大家说很过分 那也没关系 你就开吧 不过要平等啊 大家都开了 我下次奖金 我也带个手机 也让你体会一下 讲着讲着 滴滴滴想起来 周围等一下 我接个国际长途 如果大家能容忍 那没关系 大家也可以带吧 所以大家要将心比心 换位思考 为什么要这样呢 不是约束大家 是让大家懂得体谅别人 因为这是个公众场所 走进来 每个人 可能想在这边安静一下 想在这边念念佛 想在这边问问法 如果因为我们的疏忽 我们的不小心 干扰了别人 且不说学佛了 从做人之道上来讲 我们会有些不好意思吧 会不会呢 不会吗 不会的话 那我们这个脸不用羞了 我们多少要体谅一下别人 所以大家可以举一反三 这些要求 绝对不是限制 相反 是对大家的一种尊重 假如我们讲着讲着 忽然有个人 手机 噼里啪啦 响起来 所有人 全部都把目光 指向他 他会不会感觉 很不好意思啊 是不是啊 他可能会怪 进来的时候 为什么不提醒我 他会感谢那个提醒他的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理解 道场的守折制度 是保护大家 让大家互相尊重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把它看中 是一种良好的 人与人之间的礼节 而不能认为 它是一种严格的要求 这样我们就是在配合 而不是遵守了 所以遵守很多人都说 都这么大个人了 也不是小朋友 还遵守遵守的 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换个说法 配合一下 这叫合 调和一下 不会很为难吧 所以其实并不是很难 大家都不是小朋友 道理都懂得很多 甚至都不需要我在这边 啰哩啰嗦 讲一两个小时 但是有些时候 我们共同分享一下 现实互相熏习 在这个地方 我们学会尊重别人 这叫戒 还有一个原则 我们在自己的道场 在自己的团体内 养成了这一种习惯 偶尔到外面去走动 去掺学 到了别人的道场 别人道场的要求 可能跟我们不一样 那么我们呢 就要入乡随俗 不能说 我们之前在我们那个道场 不是这样的呢 你们这边做得不对啊 这就有一些让人笑话了 每个道场的做法都不一样 我们佛法在世界各地流传的过程中 因地制宜 所以大家会看到 世界各地的佛法 存在的形式不一样 如果大家有机会 去南传佛教国家 进到他们的道场 那么走进去 一定先要问一下 这里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譬如南传的佛师 他们的道场 走进去要脱鞋子 甚至袜子也不能穿 现在我们多半也有这个习惯了 不过有些汉传佛教 内地的一些同学啊 对这个不习惯 这另当别论了 就是我们先问问 这里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有哪些禁忌 不失礼啊 夫子入太庙 美识问吧 像夫子这样 有学士的人进太庙 太庙是皇上祭祀祖先的地方 这里面有很多规矩 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 但是夫子学问广播 难道还不懂吗 但是夫子一入门 就开始问 说到这里应该注意什么 这边应该怎样走 像小学生一样 有个人就说了 我们以前听说啊 那个孔老夫子 孔秋很有学问的 谁知道啊 他连这点事都不懂 孔老夫子听到这个话 孔老夫子听到这个话 笑了笑 说这就叫礼 什么叫礼啊 礼就是尊重别人 而不是炫耀自己的学问 礼是谦虚 礼是尊重 礼不是一种资本 用来炫耀的 所以我们到别人道场 先学会 尊重别人的做法 看到他们在活动 我们就不干扰他们 旁边静静地等候 万里 向到处走动 等他们活动完了之后 不影响他们活动的情况下 再去礼拜 假如大家到藏地 或者看到藏传佛教 他们又有不同的做法 我们不懂 不懂不要装懂啊 也要了解一下 否则也会让人家见怪啊 甚至我们到其他宗教 现在讲求宗教和谐啊 互相尊重啊 我们也先了解一下 比如我要去教堂 后面是教堂 有空来去串串门 教教朋友 没有矛盾吗 天堂跟净土不是冤家 不要看着那么大惊小怪 那我们要去 拜访一下 走进去 先要了解一下 人家有什么机会 我有一次 在一个国家旅行 看到一个非常灰红的教堂 我比较感兴趣 参考一下吧 走进去 进门的时候 我忽略了一个细节 进门的时候 我戴着一个旅行帽 忘了拿下来 然后他们旁边的 这些义工啊 真的很细心 然后就悄悄过来 很尊重地说 先生啊 您可以把帽子脱下来吗 我一听啊 我觉得我有些失礼 我知道了 进他们的教堂 要脱帽 不可以戴帽子进去 这在中国古里中 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没有事先了解 或者根本就没有人提醒 我们就在里面 任我其实大摇大摆 我们也觉得 我不信上帝 我干嘛要这样呢 那么他们进来也说 我不信阿弥陀佛 他也在这里大摇大摆 我们就觉得很便宜 是不是呢 所以要互相尊重 然后以此类推 我们跟不同的民族在一起 他们有不同的习惯 我们也尊重 这是由近极远 从小到大 河的范围越来越广 是从戒和同修说起的 这是具体的落实 如果我们在心态上 没有一种尊重 所谓没有一种恭敬 在态度上不可能表现出来 装也装不出来 所谓成于重而行于外马 这是戒 大家与一反三 多联系一下 我们不能一一气说了 接下来是身与一三叶 身和同住 这是说大家共同居住在一起 这有两种情况 哪两种情况 一种是在道场里面 大家就住在一个房间 住在一个地方 这比较亲近 那么住在一个道场 甚至住在一个房间 身和同住是什么呢 在表面上 大家要互相尊重 互相关心 对方生病了 要表示关心 爱护 照顾 当然 更不可以起肢体冲突啊 打架是绝对不允许的 这就是身和 大家住在一起 彼此非常和睦 肢体没有冲突 而且会互相关怀 对方住的是否安好 问一下 您在这边住的习惯吗 安心吗 有哪些地方照顾的不周到 这都属于身和啊 那么范围再扩展 大家都住在同一个国家 住在同一个城市 这也算同住啊 同住在雅加达 那这有什么可以同的呢 同一个地区 大家和 要想到这个事情 当我们有意见 有别扭的时候 想的 我们都是雅加达的同修 那你说不行啊 这会跟绵兰的同修起冲突啊 那就想 我们都是印尼的同修 那会跟马来西亚同修起冲突啊 你就想 都是地球的同修 这不就好了吗 你说会跟万幸人起冲突呢 都是说破事件的同修 都是法界的同修 这就好了吧 人有时候有一种地域观念 比如打架的时候就说 我们都是那边的 我们都是雅加达的 你们都是绵兰的 于是两边就分开了 所以这个同啊 从小扩大 慢慢地把整个宇宙 都同一起 和 我们处在同一个宇宙中 谁都离不开谁 如果要说深一点 我们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 住在同一间屋子里 怎么能分得开呢 口 和 无争 这一条 比较关键 因为人与人之间不合 很多时候 就是嘴巴 在制造矛盾 狠狠地打他两下 这个嘴巴 最容易制造矛盾 我们这个嘴巴 他很聪明啊 他会替我们 去造恶业 我们不想造的恶业 他都会替我们造 造完了之后 他会找借口 说不是他造的 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口业要特别注意 经上教我们 善护口业 不积他过 口业应该怎样和呢 后面说无争 就是这个意思 不说别人过时 不要争执不下 假如有事情 有意见不合 心平气和的交流 不要争 争则是道义 伤和气 不好 不要争 不要争 难道就不能好好说吗 好好地说 很多事情都可以沟通 不要大声 大声小声地争吵 再让旁边人看到 会产生误会 学佛学得这样 就不好意思了 所以口和无争 在生活中培养一种习惯 跟身边的人讲话 学会 无争 这要学的 有时候我们遇到 很麻烦的人 怎么说他都听不明白 有人说太过分了 于是就忍不住 又争吵起来了 慢慢慢慢开始调整 不要说到最后 不知不觉 言语就减少过失 口和无争 这一条是我们当前学习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应该把它看成 日常最主要的功课 就是怎样学说话 那有人说 不说话不就算了吗 如果诸位能不说话 那当然太好了 我也想不说话 不说话 似乎很省事 但是我们刚才 已经说过了 如果不说话 心里又很想说 甚至还赌气 那会闹出病来 你还是说出来 好受一点 关键就是要怎么说 这就要学习了 说话是一门艺术 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 很多人 这有什么学问啊 开口说话 谁不会讲啊 我三岁之前 就已经开口说话了 论之力 比什么人都老 每个人虽然都会开口 都会讲出不同的话 但是未必每个人 都讲得恰到好处 我们现在要学的 就是把握分寸 讲话 恰到好处 不要讲得太过分 也不可以不到位 讲得太过分 人听到有些夸大其词 讲得不到位 一直没有表达清楚 人会产生误会 所以这个地方需要学 什么时候该说 什么时候不该说 该说的时候该怎么说 不该说的时候 应该用什么态度不说 这都需要学习啊 这也要学吗 不说就不说了 假如不该说 我们就装着很生气的样子 那你还是说吧 别人以为得罪你啊 是不是呢 不说呢 真的不适合说 那我就装着热无其事 但是我表示尊重 这里面没有情绪 而且用一种 很温和的态度 我不说 您说 这样一来呢 人就不会产生误会 不用 你说吧 然后自己脸往下一层 人家还能说得出来吗 这是说 不该说的时候 我们也要懂得 那个不该说怎么表示 那么该说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怎样表达 才表达的恰到好处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全靠这几句话 所以要学习 有人说 这有什么标准 可以参考吗 有标准 这个标准 还是刚才一开始讲的 敬 恭敬的敬 我们要学着体谅对方 就知道怎么表达了 如果只顾 我就要说这些话 就会忽略别人的感受 可能有些不该说的话 我们就说给别人听了 于是别人听到 就认为不该听 就很烦恼 于是他就把这个烦恼 又说给别人听 于是别人也更加烦恼 于是他又传给另外一个人听 于是绕地球一圈 最后又传到我们耳中 这就是我们最初 没有经过考虑 没有珍重 这样的例子很多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 要留心 苏格拉底是非常雄辩的演说家 也是大哲学家 有一天他正在上课 教很多年轻人学怎么说话 怎么演讲 怎么发表自己的看法 讲着讲着呢 外面有一个年轻人闯进来 进来之后啊 打断老师的上课 然后就跟老师说 老师我也来学演讲 学说话 然后就制报家门 说我呢 从小就很喜欢说话 而且我说话呢 都很有技巧 常常啊 都会顾全大局 然后说着说着 滔滔不绝一直讲 讲到最后呢 然后说 老师我说完了 我想请您教我 怎样更好的去演讲 学说话 讲完之后老师说 好 您请坐下了 不过呢 教您上课之前 我先要问你 收双倍的学费 这个年轻人听说 老师为什么要收我双倍 收别人都十块 要收我二十块啊 老师就说了 那是因为 我只教别人如何说话 现在呢 我还要教你 怎么不说话 这就是刚才说的 什么时候该说 什么时候不该说 要关机 那么该说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说 也要注意 观察场所 了解对方的态度 尊重对方的立场 学着 恭恭敬敬地 表达我们 自己的看法 或者妥善地交流 我们说的时候 不要太过自以为是 然后也不要只顾自己 一直说 像我这样 一直讲一两个小时 这是很无奈的做法 如果愿意的话 我可以停下来 大家也说一说 就是平常交流的时候 不要只顾自己 一直这样说下去 说说呢 也争取一下 对方的意见 当对方说的时候呢 我们表示 很关注地听 有人说 我不想听 那么不想听 就别指望 别人听自己说了 这是一种 互相尊重 怎么表示 很注意听呢 不要顾左右 而言他 除非你真的很讨厌 这个人 否则还想交流下去的话 要很尊重 很注意地听 还要频频点头 您说的没错 什么没错 错到底了 哪怕心里这么想 但是你在态度上呢 还要表示 最起码的尊重啊 没错没错 说完之后 然后再交流 但是我对这个事情 可能有另外的看法 这样才能形成交流啊 这是最起码的 语言交流之道啊 然后在某些敏感的事情 表达的时候 还需要特别婉转 所以这个地方 要学习哦 我以前啊 有听过很多这一类 很滑稽的一些案例 有一个比较真实的 特简单 但是特别有意思 我们一个同学 他假 他的也算是一个朋友 也是一个同修 同修家里面的孩子 孩子 小时候很调皮 尤其是讲话 口无遮拦 一句话讲出来 会让人难受半天 又说不出话 有这样的人 他讲出一句话 你一天别想讲话 你讲不出来 有这样的人 这个小孩子就是伶牙俐齿 不讲话就算 一讲话 气死人 人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然后父母亲也拿他没办法 孩子小吗 这一天 朋友请客 什么事情呢 朋友家的孩子一周岁 所以就宴请宾棚了 庆祝 然后夫妇两个人应邀 就带着孩子要出席 一路上 夫妻两个都特别交代 说孩子啊 今天不要讲话 今天这场所 可不是随便讲话的 见到什么人都不要讲话 否则我跟你没完 然后恐吓 孩子记住了 可能之前也尝过父母亲的厉害手段 频频点头 表示肯定不讲话 然后宴会参加完了 他真的一句话都没讲 父母亲也表示很欣慰 今天没有给自己惹祸 否则那就很尴尬 这么多人 这么多宾棚 怎么好交代啊 然后 主人呢 临走的时候送行啊 一个一个送朋友走啊 都知道这个孩子平常很调皮的 看他今天很乖 很老实 所以临走的时候呢 就摸摸头 表示夸奖 说孩子啊 今天怎么这么听话 这么乖啊 这一句话讲出来 小朋友认为 今天宴会完了 所以 现在可以讲话了 于是啊 就很天真的抬起头 说阿姨啊 我今天一天都没讲话 你家孩子死了 可不要怪我 不讲这一讲就其实 看起来很天真 但是人有时候 会这样说出一句话 让人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在什么场所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该说的话 该怎么说 都很重要 尤其是涉及到一些敏感的人 忌讳的话 尽量不说 一定要说 不得已要说 要婉转一点 同样的话 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 效果是不一样的 在预言中 有这样一位国王 一个预言故事中 讲怎样讲话 一个国王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到什么呢 自己的牙齿都掉光了 大家看周公解梦 知道是什么回事 然后这个国王 第二天 上朝的时候 就问文武百官 有谁能解梦 于是大臣们推荐 有一个很会解梦的 算命的先生 推荐了来 先生就照周公解梦 一无一时 算出结果 就跟国王说了 陛下 根据这个梦境 您肯定要 不久于人世了 就是 您可能啊 家人慢慢都离开 您也会离开 周公解梦里面 好像也这么说 梦到掉牙齿 眷属会有人离开 所以这个先生就说 您的眷属会陆续地死去 您也最后会死去 这个话肯定是真话 我也相信 谁不会死啊 可是国王一听 就很不舒服呢 国王怎么能听这个话呢 非常愤怒 再换个人来 把这个先生狠狠打一百大板 这不是诅咒我吗 第二个人来 就很会讲话 就说 恭喜国王 这个梦是吉祥的梦 国王一听就很开心 吉祥在哪里啊 说国王啊 您啊 在您的眷属中 寿命最长 前面一个说 他最后死 这个说呢 他寿命最长 大家听听有什么不一样 意思一样啊 但是说法不一样 对吧 国王一听就很开心啊 我寿命最长 其实也是会死嘛 但是他忘掉会死 这一回事啊 国王一开心 赏他一百枚金币 这就是说话的技巧 有人说 不是一样的事吗 一样的事情 一样的话 不同的表达 大家听到感受不一样啊 不信我跟大家 直接了当 也举个例子 有一位禅师 仙牙禅师 书法写得很好 有一位信徒啊 然后这一天就找到禅师 说师父啊 拜托您帮我写一幅末报 写几句极力话 我要挂在家里 收藏 禅师呢 说好啊 满口大意 我把最极力的话写给你 然后大笔一挥 写了这样六个字 父死 子死 孙死 就是父亲死 孩子死 孙子死 六个字 按顺序就是 父亲先死 儿子中间死 孙子最后死 写完之后 给这个局势 拿回去挂在家里 这个局势一看了火冒三丈 说师父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高兴写就算了吗 干嘛写这个话诅咒我们全家呢 师父就说 你冷静一下 你说的 让我写几句极力话呢 我写的是最极力的话 你听不懂吗 那局势说 这算什么极力话呢 师父就解释了 那我跟你说一下 假如你的孙子先死 你会不会很痛苦啊 他说那肯定是很痛苦啦 你的儿子先死 会不会很痛苦啊 肯定会痛苦嘛 所以按照我写的顺序 这样呢 父亲 就是零先死 然后还是死 最后甚至死 这个叫寿终正寝啊 没有比这个事情更极力吗 这想尽天年啊 按照大自然的规律 一个一个先后师弟排队式嘛 如果不是按这个顺序 那就大不极力了 这局势一听 哎呀 好像也对吧 于是就把这个话拿回去了 这是真话 但是如果我明天也写几句话 也这样送给大家 大家会把我骂死不渴 会接受吗 所以有些话是真的 但是不能这么说 而有些话是假的 可是要说的跟真的一样 那时候不是骗人吗 不是骗人 我举个例子 大家今天都很漂亮 男众同修 个个都很壮严 今天特别有精神 女众同修今天貌若天仙 个个都像观音菩萨 这肯定是假话 但是大家听到都会 感觉很开心 是不是 假如我换个说法 今天大家都有点讨厌 好像大家都有意见一样 大家就会听到有些不服气 心里不舒服 所以有些话 怎么去表达 那是要去学习斟酌的 譬如经上教我们菩萨 跟众生相处 遇到众生 怎样先赞叹 所谓称赞如来 你说怎么赞叹呢 只要我们想赞叹 那赞叹的理由就来了 世间人有句话 叫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啊 就像我们想要骂一个人 我们肯定就有一大堆理由一样 如果我们真心想赞叹一个人 也同样会有一大堆理由 菩萨跟众生相处 先赞叹 赞叹之后 众生就很开心 趁他开心的时候 赶紧再引导他 这个时候他就不住的 好好好 那就好了 这是一种方便 方便接应 如果我们一开始 就让人产生了 很不满的情绪 我们接下来 想讲再有用的话 别人听不进去了 为什么 人家把门关上了 所以先要把语言的大门打开 然后才有的交流 这叫善护口业 这叫口合无争 一定要争 找个没有第三个人的地方去争 鬼看见可以 不要让人看见 为什么 人看见了 你看那两个人学佛呢 还这个样子 就会对佛法失去信心 可是鬼啊 好像也不大喜欢吵架的人 经常说 有这样的例子 有这样的公案 两个人讲是非 走了之后 那个小鬼啊 都感觉这里被他污染了 拿那个工具拼命烧 所以鬼啊 好像也不喜欢说是非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特别留心 说话 是我们生活中 一门学问 一门功课 而且是必修的功课 实在拿不准 你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有没有一个万能用语 遇到什么情况 都可以用的呢 有的 有万能用语 什么万能用语啊 就是好好好 遇到什么事情 好好好 不过有时候也不灵 要斟酌情况 你不要看到别人倒霉 你也在那边好好好 这就不好了嘛 通常情况下可以用 还有一个更万能的 就是阿弥陀佛 不管遇到什么人 什么事情 假如我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说 叫阿弥陀佛 再问了 还是阿弥陀佛 但是说的时候呢 表情很重要 你不要板着脸说阿弥陀佛 那别人就知道 你明显有意见 那怎么办呢 表情呢 要装得忠道一些 忠庸 讲的时候 笑一笑 然后又不是很开心 然后别人也拿不准 那什么态度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再问了 还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代表一切嘛 有时候有些话不方便说 说了会让人误会 那怎么办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再问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然后他就不问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说完了 这就很好了 所以这就很好办了 这也是一种善巧方便 言语是我们用的最多的 所以要特别强调一下 意和同欲 意也就是心里面啊 欲是什么啊 发生内心的喜悦 很欢喜 就像我们跟投缘的人 在一起 做事情也好 聊天也好 哪怕没事情 坐在那里半天 都感觉到很开心 为什么开心 莫名其妙 不知道为什么开心 这就是一种喜悦 意和同欲 所谓默契于心 这个境界更高一点了 彼此心里面肯定没有意见 有什么事情 甚至都不需要讲话 一个动作 一个表情 彼此就心灵神会了 这叫意和同欲 心里面没有意见 所以按照这个顺序 越往后 这个境界 越不一样了 身与一山野 这是我们在生活中 实用的行为 最后一条 力和同君 这一条 是考验我们在 厉害面前的态度 力 是大家共同重视的 这个世界发生了这么多战争 出现了这么多乱子 很大程度上 都是为力 利益分布 不均衡啊 比如贫富差距 就会产生民间的怨仇 国家与国家利害分布不均 就会产生国际战争 人与人之间 利害看得太重 同样会产生矛盾 所以学佛人 修行人 学到最后 就是把利看待 利就是身外之物 财物 钱是最具代表性的 除此之外 所有身外之物 都是属于利 都一样的 在一个道场里面 道场的利是什么呢 就是道场的所有财物 这里面包括所有的硬件设备 上至佛像 三宝形象 下至福田箱里面的钱 厨房里面的餐饮 乃至一杯茶 这都是的 要同君 同君是什么意思 同君就是均衡的分配 什么叫均衡分配呢 是不是 打开福田箱 大家都数啊 然后平均分啊 是不是这样呢 当然不是这么极端 是说要合理分配 这样说就好了 要合理分配 在利益上 要合理分配 在生团里面 是这样的 比如生团 接受供养 是平等的 就是假如 要出去脱波 要接受供养 是平等的 有一个人 他不在 会帮他留着 就是他只要是 常驻团队的一份子 那么利益 分配的时候 不会忽略他 这样呢 他在这个团队中 他不会感觉被歧视 这就是所谓的共产啊 利益均衡分配 但是现在呢 我们还需要广泛的去理解 譬如在一个团体 譬如我们竞争学会 然后 我们的所有收入 供养也好 或者是某人 特别的捐助也好 那我们怎么样 利和同君呢 就是我们的收入啊 要合理分配在 最有用的地方 当然除了这个里面 应该获得的 譬如说有些道场 会请一些受薪的 这些职工 这个除外 然后剩下来的 大家是义工 大家不会在钱财上 再去获取更多了 那还剩下很多 怎么办呢 均衡分配 我今天看到一个 非常典型的做法 还是我们协会长 那个徐老菩萨 很难得 难舍能舍 房子卖了 分出一半的钱出来 让协会长 帮他供养三宝 护持佛法 协会长完全可以 悄悄地把钱 放到印尼境中学会 神不知鬼不觉 但是他没这么做 昨天到此地来 然后我们雷会长 跟协会长交流 谈到这个学会 刚刚成立 诸多方面需要关照 我们协会长回去 没有犹豫 可能也犹豫了 我们不知道 但不管怎么说 做这个决定的速度 非常快 把这一份供养 直接拿出来 这边分一点 我那边也分到一点点 沾光 这就是力和同君 最好的做法 就是我们道场有多余的 别的道场又不足的 我这边确实用不到 那么怎么办呢 那就均衡一下吧 这叫力和同君啊 如果佛教每个道场 都有类似的做法 那我们相信 佛法在任何一个区域 那个兴旺 那个繁荣 绝对是指日可待 这绝对是一种 值得借鉴推广的做法 这是顾全大局 又回到了最初的头一条 剑和同井 如果没有顾全大局的胸怀 不太容易这样做 有时候 我们会被自己的心胸给局限住 如果心胸不够开阔 我们会只想 我们自己范围内的利益 哪怕学佛了 我们还照样会画一个圈子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去打破 打破执着才能合 就像什么呢 就像两个容器呀 两个容器放在一起 那就格格不入 现在打破 里面的水就合在一起 佛在经上说 教导弟子 说我的弟子 应该像水和乳一样 互相融合 所谓水乳交融 而不应该像水和油一样 互相排斥 希望我们从这个教会中 多多的思考 多多的反省 然后把它用在生活中 当然了 我们是更希望 大家都是水 水一水在一起 就分不出彼此了嘛 这样一来 就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讲的 百川慧海 同一法位 大家不要再分彼此 虽然大家长得不一样 来的地方不一样 各是高矮不相同 年龄大小 有差别 每一个人 对佛法的理解 称斥不齐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要常常想到 我们都是学佛人 抛开学佛不说 我们都是地球人 现在又学佛了 岂不是更加深一层关系吗 我们都是学佛人 我们都是涅佛人 自然而然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不要分家 将来我们一起主团 到极乐世界去 好了 这个团呢 我看 要几个学会的负责人 大家慢慢组 组好了之后 我也很高兴 以后有机会 我也加入这个团体 跟大家一起 我可以做个导游 拿个牌子 大家一起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好不好 这几天的学习 非常感谢 印尼敬中学会 谢会长 还有六合敬中学会 雷会长 还有我们洪会长 以及各位佛友 每天坚持 我们的文法 人山非常惭愧 对于佛法的理解 非常肤浅 所以只能讲一些 通俗的 简单的 或许在生活中 有些启发的 这些佛学心得 希望对大家 能有那么一点点帮助 如果大家听得很欢喜 非常好 把这一种欢喜 带到生活中 从今天开始 一直欢喜 欢喜到圣诞节 还不够哦 欢喜到元旦 还不够 欢喜到春节 再不够 就一年又一年 一直欢喜下去 欢欢喜喜 往生进去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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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οι dei